台南2月6日的大地震 台東第一時間派遣搜救隊伍 前往災區搜救受困圍灌大樓的民眾 111人力銀行感念隊員搜救的辛勞 特別捐贈50萬元 充實糾戰人員的服裝還有裝備 2月24日上午 特別在消防局特收隊前 舉行簡單的捐贈儀式 林軍縣委員跟我們劉招豪委員 為我們台東的特收隊 徵詢到了50萬 因為他告訴我們 台東這次真的 每一位弟兄都非常的辛勞 對你們致上最大的敬意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非常的辛苦 也希望這50萬的金錢 可以幫助你們添購更多的裝備 以後可以救更多的人 幫助更多的人 在台南的那個大樓倒下去的第一天 我們台東的兄弟就到 那麼遠的地方 他們在最短時間就來 五天四夜 你可以看到他們 就隨便吃 隨便睡 他們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 在救別人的生病 所以賴神掌給我特別交代 遇到他們 真的要致上我們心裡最深的感謝 此次的捐贈一舉 是由立法委員 劉兆豪 林俊憲 兩位委員大力携成促成 兩位立委深感在日前震災時 台東特種收救隊在災區 不為自己的危險 冒險進入倒塌的建築物 執行傷患收救的工作 長時間在惡劣的氣候下救災 相當敬佩 在這次農曆年前的台南地震 我相信讓許多的國人 感到非常的震驚跟遺憾 那在這過程當中 台東縣消防局 特殊分隊也在第一時間 也配合許許多多的救難的活動 在第一線在台南從事救災的活動 台南的我們的好同事 林俊憲委員 就找了我們民間的企業 能夠捐助了五十萬元 給台東縣消防局 特殊分隊希望透過這樣的捐贈 能夠加添他們的設備 救災的一些設備 如果將來遇到類似的情形的時候 有更好更精密的一些設備 能夠派上用場 消防局長管建新表示 除了感謝贊助的企業之外 更感謝此次任務辛苦的同仁 未來會散盡消防的救災責任 也會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來繼續努力 東南新聞 陳靜雄林婉珍 台東市 參防報導 日常觀處理 炸